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新闻现场为让淡水国小美术班的小学生 能够接触到不一样的艺术文化 今天校方更邀请到了朱宗庆打击乐团 然而首席吴佩清教授亲自携带着他之爱的目前现场演出 尤其吴老师勤奋学习的这个精神 更是成为小朋友学习的好榜样 为了要让淡水国小美术班的小学生 能够接触到不一样的艺术文化 今天校方更邀请到朱宗庆打击乐团当中的首席 教授吴佩清亲自带着他最爱的母琴现场演出 也带来其他的铁琴等打击乐器 向现场的小学生介绍演出 为大家带来一连串的精彩互动 而吴佩清表示许多小朋友对于乐器 还有节奏感都相当熟悉 而且每一次问问题 学生反应都非常热烈 也让自己感到非常压抑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的这个一生 都会有很多的高低起伏 那小朋友当然很多事情还比较不懂 然后我只是很希望能够借着自己以前 奋斗的过程 然后可以跟他们分享 也让他们可以更珍惜这样子 其实爸爸妈妈对小朋友都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用心等等 我觉得老师们校长也都是 然后所以今天能够有机会来跟淡水果小小朋友分享 我觉得很自己就是已经期待很久 也兴奋很久 然后也把虽然只是一个半个小时的一个活动 然后真的是带了很多乐器来 马林巴木琴干木琴铁琴 然后各种小乐器鼓类等等的 吴佩晶一开始透过介绍自己 从小在什么环境下长大又如何成长 对于音乐产生兴趣 进而学习不懈怠 而他说曾经练习到手掌后剪 手指血流不止 抱病飞行演出等等 这些困难经历 也让小学生体会到许多道理 而校长也说借由吴佩晶老师的经验分享 能够让孩子在艺术上对于有兴趣的项目 可以持续学习 从音乐的这个流动性跟流畅性 然后跟身体的律动做结合 让小朋友去体验 其实音乐呢能够在生活中 音乐呢能够在这个平常的这个日常中去体验 那透过这样的体验呢 可以让小朋友去享受生活 然后去丰富生活 同时可以把音乐呢去散播 快乐散播爱 校长表示 其实淡水国小每年都会安排 不一样的艺文界名人 或者是在这个领域非常有成就的人 来到学校 透过分享 让孩子学到更多 而今天不只是现场 可以欣赏到吴佩晶老师的演出 学生还能够上场学习乐器 体验打击乐 而另外吴老师的勤奋学习 不屈不劳 为音乐付出的权力以赴精神 更是孩子们的学习对象 今次有许多人 在学习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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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